今天嘴巴上的顏色呢是Birella的這一支 我在愛用品跟年度安平都有介紹過 它是一個很美麗的橘色 然後它的色號呢叫做Ocra 哈囉大家好!Snack 今天呢是開工第一排要來分享1月的愛用品 我本來其實想要在過年期間排它 這樣才可以在1月底的時候準時有1月的愛用品 但是 我就覺得 放假為什麼要工作 開工拍應該也還好吧 所以就偷到現在 然後我今天不知道為什麼我早上一起來 我就看到我的眼睛這邊有一個凸凸的東西 我真心不知道是什麼欸 因為它也不是蟲咬 它完全不會養 然後也沒有過敏的不適感 啊!還是對開工過敏 是不是對開工過敏 還是我這支片就不要拍 我過年期間跟我弟在家畫畫的時候 因為我就是過年養成一個 蠻好的興趣就是畫畫 然後這也是我今年的新目標 就是可以培養一個不在乎輸贏的興趣 因為我這個人好勝心真的太強 你知道贏這個定義就很空泛啊 所以就希望我自己可以再放鬆一點 然後我覺得畫畫真的是讓我很療癒 然後虛度光陰好奢侈很快樂 反正好 總之呢我在跟他畫畫的時候 他就說 欸我覺得你愛用品可以每個月都拍真的很厲害 我就說 對啊有時候我回頭看 我想說 欸為什麼每一個月都可以用到很多東西 然後在很多東西當中挑到喜歡的 所以就是回頭看 回頭看就發現哇 真的是拍了 應該是第七年我在想 不知道這個會不會變像康熙來了一個長新節目 可能是三年之類的 希望可以希望可以 好那來講一下我今天穿了什麼 裡面這一件那一搭呢 是我過年的算最後一天吧 在Sense of Place買的 因為我就覺得自己怎麼都沒有一件白色的內搭 所以我就在Sense給我看到的時候 最後一件我就馬上包下來 然後這件襯衫呢 是Unicore跟Joe Sander他們合作的那個 加J的系列 然後現在已經沒了 這個其實是一對 但他們兩個長得一樣 我用不一樣的戴法 所以就看起來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它是A-TED的 然後戒指的話 這是SORI 這個是Velcanza跟Plamine聯名 他們的不鏽鋼系列 然後它是可以就是拆著這樣戴 我記得好像還有戶 如果大家有喜歡這種 可以自己隨意搭配的話 可以買 因為它三個其實都是不太一樣的形狀 我覺得這種就是很簡約很好搭配 然後這個是SORI 新年第一個愛用品要來介紹什麼呢 要來介紹一個讓我疊破眼鏡的商品 我從來沒有喜歡過粉霜 但它真的讓我大大改觀 就是我之前在Vlog 也有跟Kanibo合作的這個粉霜 那我一定要在愛用品再講一次 才有多好用 因為它真的有讓我嚇傻 我過去呢 尤其2022最愛的粉底液 就是RMK的這個無瑕粉底液 它非常的清透 然後會有好命肌 然後會有拉提的效果 然後它非常貼妝 完全不會有粉感 就是整個像是你打從娘胎出身 就是這麼好的肌膚 像嬰兒肌 那Kanibo的粉霜好在哪呢 它好在它在比RMK的遮瑕 再更重一些 它的遮瑕是比RMK 我覺得大概多一倍左右 但是它完全不會因為它的遮蓋力很強 所以它有那個面具感 因為其實過去我一直很排斥用粉霜 不是我從來沒有用過 我用過 但是我從來沒有喜歡粉霜帶給我的妝感 它很容易很厚重 像是歌仔戲 或是主播妝的那種感覺 其實我很追求的粉底液的妝感是 要很像天生好命的肌膚 天生皮膚很好的狀態 可是因為粉霜它是充滿了上妝的痕跡 我真的不愛 但是大K這個粉霜真的讓我打破 因為我其實剛上的時候 會很擔心我的上妝技巧會不會不好 但是完全不會 你知道嗎 它只要用你萬能的手指 你就是稍微把它塗勻之後 再用你的手指 再拍拍拍拍拍拍 像像擦乳液一樣 粉體延展度很好之外 它很好吃進你的肌膚 即便用手指 它也完全不會有那個指紋的痕跡 那如果你要搭配美妝蛋 檯面粉撲或者是粉底刷 其實都可以 它是非常非常好上妝 零技巧的那種粉霜 然後上完之後呢 它在臉上的服貼感也非常的佳 持久力又好 所以我其實一整天 持妝8個小時 即便我不上粉類定妝 它還是完毫如初 除了我的雷勾 雷勾是真的沒辦法 因為它遮不太粗 可是你看 像我今天的皮膚 非常的細緻 它會讓你的皮膚 有那個很無暇的感覺 它整體的那個光澤度 就是像我這樣子 我完全沒有用任何打亮哦 它就是會讓你有一個 微微的反光感 可是就是那種斷面的感覺 然後我整體用下來之後 我發現 它應該不太挑膚質 因為它是那種無油的質地 雖然有一點點保濕 可是那個保濕是 可以吃進皮膚的那種保濕 但不是那種會太油亮啊 或者是太水光感的 所以我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Kanryville試試看 然後我之前有看一個化妝師朋友 有推薦他們的粉底液 我也非常好奇 究竟跟RMK有什麼不同 有一天如果我用到的話 再來跟大家分享 我不知道我是太久沒對鏡頭講話還怎樣 就是我現在對著鏡頭講話好興奮哦 像是一個100年沒看到的朋友 然後就是瘋狂想跟他敘舊 所以我今天講話 就是突然會有點舌頭打結 我覺得不是因為我都沒有講話 我過年還是很常講話 就是很多聚會 但是我就是很急著想要講 然後就是舌頭有點 下一個呢也是一個底妝產品 那這一個呢 是我之前在韓國 GET READY WITH ME 聊聊那個韓國爛式 有分享的 就是這個LUNA的遮瑕膏 那LUNA的遮瑕呢 它的質地真的讓我太驚豔了 它很保濕 然後不卡紋 重點是 你只要用那麼一點點 就那麼一點點 它延長度超好耶 它就是可以遮蓋住 像我剛剛上完這個粉霜的時候 我其實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那個 不是一個是兩個 兩個小小那種過敏的痕跡 我不知道是被蟲咬 還是過敏的痕跡 不知道 我有時候起床 就是刷牙的時候看自己 都說 今天真的膚質蠻好的 結果吃完早餐再一看 欸 怎麼這邊會有一個什麼什麼小點 我臉就很容易會這樣 就是想要給我一些小驚喜 那這種小驚喜或不速之客 它或許在第一層 它沒有辦法遮住 我就會用LUNA的這一個遮瑕 它的遮瑕就真的你局部 點在上面 然後一點點 然後用你的遮瑕刷這樣 輕輕輕輕拍勻 然後在旁邊順一下你那個邊緣 隱藏 真的是隱藏 像Photoshop 而且因為它很保濕 所以一整天下來 也不會覺得那邊會突然 有點像是被吸乾的感覺 它唯一的缺點呢 就是顏色太白了 你知道嗎 我這個這麼淺 它已經是最深的顏色 我那時候在Olivian看的時候 我就問它說有沒有最深的 然後它拿這個給我 我就傻眼 我想說這個哪有深 而且我自認我自己不是健康膚色的人 因為我就是一般膚色 然後再偏白一點點 我一般膚色偏白 然後我用到最深的顏色 那其它最白的顏色是什麼 會不會真的是白色 像Lique白 這個是我覺得唯一的缺點 但也蠻致命的 所以如果你剛好跟我的膚色差不多 或是比我再更白皙的話 你可以去買他們的遮瑕膏 如果你在比我更有黑一點點的話 不推薦 下一個呢 我要推薦的是HIMI的眉筆 我這次用到我還蠻驚艷的 但是我有點沒有跟上它到底什麼時候出 所以我已經不確定說它是新產品還是舊產品 但總之呢它是一個好產品 因為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像我這種純正黑髮的人 我就是一定要用黑色的眉筆 跟灰黑色的眉筆 所以我只要用到有一個顏色就是太偏紅 或是真的太偏卡的時候 我就覺得氣死 我這次用到HIMI也很驚艷的地方就是 我覺得它的黑灰色已經出得是蠻黑灰色的 雖然在畫的時候還是會有一點點咖啡 但真的很少 你幾乎看不太出來 所以你今天看我的眉毛 你還是會看得出來是 就是沒有跟我的髮色有太多違和感 它眉筆還有一個很好畫的地方 就是它是那種 三角的水滴狀 聽起來好矛盾 水滴是這樣 但它有一點點偏三角 然後因為它是三合一 它有眉筆 然後它也有眉粉 然後你如果打開的話 它又有 這叫什麼眉書 眉刷 眉刷 對沒刷 所以我覺得以開架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然後我之前在年度愛用品的時候 也有看到一個留言 就是推薦我用VSET的眉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有用過的話 也可以分享你們的心得 那在用VSET之前 我應該就是還是先把我的HIMI用完 我覺得它價格很實惠 然後畫起來的話 它都有一個很自然的 野生眉的效果耶 而且你一定要是用它的眉筆畫完 再用它的眉書刷了之後 我發現它的前面會一整天都這樣子 有點毛流感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的眉筆 本身很持久之外 它的那個筆心的感覺 是有一點點 辣嗎 我不太知道怎麼講 就是它畫起來的時候 會讓你的眉毛 力震站好 然後不太會就是 隨便就是 揚尾 所以 HIMI這個是我 這個月用到我覺得蠻驚豔的 下一個呢 是XL的腮紅 這是我逛唐奇科的時候 無意間看到的 那我以前看到這種顏色的時候 我就是先拔腿就跑 但我後來長大之後才發現 這種顏色其實刷在帶黃掉的肌膚才好看 它其實不會像修容 它還是是土棕色系 然後帶橘 刷在帶黃的肌膚上面是 非常襯膚色的 不會有那種 就是 欸不小心泥土抹在臉上的感覺 它的這個粉質啊 我覺得是蠻細緻的 但它不是那種棉花糖細緻喔 棉花糖其實是像那種3CE的腮紅 就是你摸起來的時候 會有真的是粉霧粉霧的感覺 它不是 它就是一般很細的粉 那我覺得excel其實它一直很會做的是 它的附加價值都做得很好 就像它的蜜粉好用 然後它蜜粉撲超厲害 是那種 我記得是天鵝絨那種蜜粉撲好 真的超舒服 然後excel這個腮紅刷 一般開架的腮紅刷就是 先丟再說 但它沒有 它的腮紅刷也很好用 我覺得它就是很適合 就是在家裡用 然後你也可以旅行帶著走 因為它這個刷子真的很好用 你完全不用再佔一個空間 放你的腮紅刷欸 好用到爆 而且對我來講持久度也不錯 只有在戴口罩的時候 它會微微的沾在口罩上面 可是除此之外的話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厲害的開架腮紅 接下來這一個呢就是 小朋友大朋友都喜歡 我要來分享我這個月吃到 我很驚豔的一個海苔 在這之前呢 我先講就是我上個月嘛 12月愛用品 分享你 欸還12月11月 我真的忘了 反正就是那一次分享愛用品的時候 有分享那個全聯的巧克力威化卷 引起超多回想 而且大家都說它是國中的時候吃到 就是老師會發給他們 然後那時候想說 第一我國中真的沒吃到 是不是我不是乖寶寶 第二 為什麼都是國中吃啊 是不是國中老師 在修什麼教育學分的時候 他們在手冊裡面寫說 如果烤80分以上 要發全聯巧克力威化卷 要不然為什麼都是大家 剛好國中的時候吃到 但我就很落伍 反正就是上個月 上上個月才吃到 好那這個月大家分享這個海苔呢 是我在唐吉科德買到的這個 萌雄海苔 然後 我心目中其實最好吃的海苔 依然是日本德島的海苔 德島是一個在香川縣附近 然後在離大阪 可能開車兩三個小時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之前有受他們觀光局的邀請 有去那邊玩過 所以我吃到那個海苔 我真的是狂拍額頭想說 天啊怎麼那麼好吃 然後接下來買不到怎麼辦 因為德島的海苔多厲害 它就是自產自消 而且是幾乎是攻擊他們自己得到的人而已 那如果你真的 比方說你住在東京 你住在大阪 你住在神戶 你想要買的話OK 可是好像就是有點像要用郵政花博的方式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導流也有講說 或是你去德島的官方網站 你才可以訂購的到 你可能在什麼東京的超市你也買不到 它就是這麼的 這麼的寶貴 就是一個隱藏版的商品 德島的海苔有多好吃呢 它是脆到會讓你目瞪口呆 然後它的那個醬油的鹹香超剛好 無論是單吃或是配飯吃都超級超級棒 德島海苔如果是100分的話 這一個我覺得它還是有個80分 然後它比平常我們可以買到的那個大戶屋海苔 不是大戶屋 高島屋 叫什麼 溫生蠔代言的那個 反正我們從小吃到大的那個海苔 來的更脆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溫生蠔海苔 它吃起來的話 它還是有那個有一點軟軟的感覺 那這一款海苔呢 它是真的有脆 然後我覺得它的醬油味也香 只是有一點點鹹 比德島的再鹹一點點 所以吃久了還是會想要喝幾口水 我已經吃掉一盒了 而且我去唐吉克的採買章魚燒材料的時候 我就看到它的極其商品區 有這個海苔 好像一個月之後會過期 我想說 一個月什麼一個月 我一個禮拜就可以吃完了 所以你看我現在這個第二罐 如果你有口音症 特別是咀嚼口音症的我很抱歉 但是我真的 很想要吃飯這個有多脆口 真的好吃 醬油味真的好香 因為我覺得吃這種海苔的精髓 就是那個醬油味 好 以上就是這一次一月的愛用品影片 但是如果你看到這邊就想要跳走的話 我跟你講真是錯失一個好聽的故事 也很感謝大家 就是在2022年度愛用品的時候 回饋我那個最後最後的故事 就是大家都非常多好評 然後覺得很好聽 然後非常多人在問我那個 前世今生的算命師是誰 其實我不知道 而且我好像很聽我朋友講說 那個算命師好像去進修還是先休息 所以他目前也都好像沒有在算了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是誰 但是我跟你講我還有一個 我忘記分享 就是啊去年的時候 上海不是就是大封城嗎 封城了幾天 50幾天 60天 就是非常久 崔小姐的朋友 他在英國念研究所認識的同學 然後他跟他沒有很熟 但是還是輾轉聽到一些有關於他的事 那那個女生他非常喜歡滑膠軟體約會啊什麼的 然後我覺得這點其實很好 因為其實你工作之後 你真的很難會遇到可以再認識的人 真的蠻難的 所以你就是靠膠軟體嘛 他就是滿腸滑膠軟體之後就會去約會 結果呢他就是跟其中一個人約會 約會好像是在他家嗎還是在哪 反正總之他們就是在家約會 他們沒有要過夜 他們完全沒有要過夜 他們只是剛好看完好像某一部電影還幹嘛 就是過了12點 然後過了12點之後就封城了 所以這個人呢就在他家呆了60天 我就覺得天啊好想要看他們家的那個監視器喔 一定很像實際節目超好看 那因為其實這個女生就覺得說 這個男生是一個一次性約會就不用再見面的人 可是他跟他關了60天他其實超痛苦 就是他越來越不喜歡這個人 好即便是我家好了 就是有兩個房間加一個客廳 我要跟一個人在那邊呆60天 就算是我男友就算是我爸媽 我跟他呆60天都很有可能吵架 更何況是你那一天認識的人 然後呢就是這樣等嘛 就是五十幾天啊 然後就突然解封之後呢 那個男的就這樣 手刀衝出那個家 然後他們從此就沒有再聯絡 你不覺得是一個超級光怪錄理的事嗎 我覺得好好聽 大家有沒有沈默解釋 好以上就是這一次1月的愛用品影片 然後加碼分享 我2022年聽到的另外一個第二精彩的故事 希望大家聽了會喜歡 那如果喜歡我的愛用品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 然後追蹤我的愛情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而且我覺得很好笑就是 每次檢討頻道的觀看的時候 只要有你的地方 就是那個觀看線就會突然 噢!我散了 因為我要負責分析數據 然後看到那個 續看的曲線突出來的地方 然後就去看說 大家到底想看什麼 然後發現 是我呀